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今天的新闻焦点 提出许多活动 除了免费课程外 还带动亲子跳舞 三代同堂齐聚享受天伦之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八一气爆当时灾区 有一位孕妇 顺利产下一名新生儿 为大家捎来喜讯 而当时城局市长 也亲自前往医院给予祝福 随着气爆满一周年 这位小baby也已经满一周岁了 如今长得相当活泼可爱 弹着奶嘴在阿嬷的怀抱里 再过几天就要满一岁的小baby 外号叫小苏打 可爱的模样 让城局市长不断夸奖 在一年前小苏打 事实上也曾经见过市长 同时接受大家的祝福 因为她就是在气爆之后诞生 为高雄带来希望的气爆新生儿 八一气爆发生之后 全国投入救灾 大家的心情都很失落 住在灾区的母亲 可能是因为挺着大肚子逃难 加上受到惊吓 让小baby提早两个星期诞生 当时不但为高雄带来喜讯 也为一家人增添希望 小苏打现在可是一家人的心肝宝贝 也是社区里的知名人物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气爆的影响 现在只要听到碰撞声 就很容易受到惊吓 或许小苏打还需要时间长大 不过在气爆即将届满一周年的同时 小苏打也将满一岁 伴随着高雄的重建之路 相信高雄也能和小苏打一样 活泼可爱 未来充满希望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今年科学展览会传出了好消息 高雄市勇夺全国第55届 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团体的总冠军 是今年科展的最大赢家 副市长吴鸿蒙在29号上午 特别接见表扬获奖的学生 除了颁发图书礼券加冕之外 并鼓励学生再接再丽 期许师生再创佳期 手上拿着奖状和奖座 秀出丰硕的成果 这是第55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获奖的学生 高雄市继第52届后 再度称霸全国 勇夺团体总冠军 副市长吴鸿蒙在29号上午 特别接见表扬科学展获奖的学生 今年高雄市的科展团队共有34件作品参展 28件得奖 其中获得高中组生活与应用科学科 第一名的双胞胎兄妹 就是以生活中常见的太阳能 作为主题的发想 我们在网络上 有看到一篇关于未来50年 影响人类10大问题一篇报导 那其中影响人类第一大问题是能源问题 我们可以利用通知叫 这种高隔壁特性可以做什么 所以这我们整个研究的动机 我们就想要运用它隔壁头光的特性 来实际运用 从学生代表的手中 接下今年科展最高荣誉的 县市团体奖第一名奖座 学生也感谢市府对科学教育的关心与注重 副市长吴鸿蒙也颁发了图书礼券 给五校的学生团队 给予得奖的学生肯定 并加冕他们优异的表现 港度新闻 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导 暑假到了 有许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出门 以免他们长期看电视玩3C 高崇市副幼馆每个月都会有 志工妈妈精心设计的免费课程 除了剪职劳作之外 还带动亲子跳舞 三代同堂齐聚一起享受天伦 奋力的跺着想要叫跟着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一起跳着超级嗨歌 匕首画着的模样很投入 这是副幼馆每个月由志工齐心合作为亲子设计的免费课程 下日快 因为他们可以就等于说是免费的学习 因为现在有时候很多私人的都很贵 可是这种就是还不错 其实透过剪指创作不仅能够训练6岁以下小朋友的手指小肌肉运动外 一起陪同来的爸爸妈妈甚至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 更能够在一起跳舞欢乐的过程中增进亲子感情 透过简单的活动 其实它就是用那个一小时的爸爸一小时妈妈这个原理 去陪伴孩子 那现在因为有隔代教养 所以阿公阿嬷也会带孩子过来 那我们通常设计这些活动是让我们的这些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起同乐 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那虽然它很简单 可是我觉得那个亲子互动那一块可以达到很大高的效益 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同 有的深色有些活泼外向 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他们提早学习社交 不仅如此 志工妈妈们更准备了搓搓乐 让孩子们在免费的课程结束后有一个甜蜜的结尾 看到孩子们乖乖排队期待的样子 就知道这样的活动真的很受亲子的欢迎 港独新闻成员和采放报导 天下父母心有许多妈妈们在孩子出生后生活重心大移转 全心全意的照顾孩子 不过怀中的小婴儿呢终究还是会有长大的那一天 妈妈们经常面临到礼朝期 高雄市立妇佑馆就精心设计了亲子活动 让志工妈妈们重新找到快乐 带您一起来看 我们看到了孩子和爸妈爷爷奶奶间的快乐互动 不过你知道吗 其实这样的安排不仅只是在建立亲子感情 而又更深一层的寓意 其实我们的妇女志工 她本身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得到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跟成长的机会 因为我们有很多志工其实刚好遇到孩子都在外面的空窗期 那其实他们走出来反而可以让自己不但得到成就感 而且有些志工也都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专长 其实有许多的家长们将所有的心力都奉献给了当时在墙堡中的孩子 但怀中的孩子始终会长大 只要是妈妈们都会历经过一段离朝期 也顿时失去了重心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让妈妈们走出家中 更能在设计活动和天真无险的孩子带动唱时 重新找到生活的重心 你这里有心去看身边的事物 还有上成长课 就要先救所 像今年我没有做组长也没有做什么干部 这个不是我的空间 我的空间是零到六 我任养这一间还有任养那个儿科 我一共认养了四个活动 这样创造天伦之乐又带给李超妈妈们重新找到生活快乐 培养第二专长的小空间 也实际达到了妇幼馆关心妇女的心意 相信在跟天使班一样可爱的孩子相处后 高雄市就占了全台湾排碳量的十分之一 不管是废气或是二氧化碳等等 市府环保局也积极的在推动绿化城市的政策 除了美化环境 另一方面也达到减碳的效果 现在林雅屈服海里的料理长 就在自己家顶楼建起了空中菜园 以身作则鼓励李明可以一起来做绿化 各式各样的青菜这里通通都有 每一株都长得非常翠绿又健康 这里不是乡下的田里也不是生态农场 而是林雅屈服海里里长廖富南家的屋顶 除了是种菜给自己吃 也是提倡节能减碳的一项举动 环境教育里面的基础包括 就是我们把楼上可以种一个绿化 还有空中绿化 那么这个空中绿化 比较节能减碳合而为一 我们是主要要减碳 因为现在目前碳量很多 空中菜园除了是达到高雄大都市减碳的效果 也是配合市府推动的绿能政策 里长还说这里的菜全部都没有撒农药或除虫剂 就算是有虫也是徒手自己抓 除了减碳也是有建于近年来食安问题非常的多 不如靠自己帮健康把关 精神比较快 如果逃过烦烈时 再放在这里 不过柴子 水 来对柴子 和对我们的组织 能说舒适 来关心 一方面我们就博士新鲜的空气 二方面我们就对自己的食安问题 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補充 市区里的房子也许不像乡村一般 可以有一大块田地或院子 可以種植花花草草 不如學習料理長 在自己家的屋頂上 經營空中菜園或花園 也可以幫自己家的室內溫度 降低不少 更能夠享受 當個都市農夫的樂趣 抒發平時的壓力 港督新聞小紅和陳麗婷 採訪報導 讓你輕鬆管理孩子的上網時間 聰明人的好選擇 快下慶免港督 連猴子都嚇得何不容嘴 每月888 飆往120mm 享兩年炫彩HD套餐 再拿錢元購物金 快打電話找嗶嗶 暑期大作戰 元氣上網新主張 放暑假了 擔心全家人聚在一起 卻各自低頭滑手機嗎 BB寬屏時間管理功能 好設定 免費用 最貼心 120枚紙要888 幫你找回全家人的團聚時光 聰明人的好選擇 快下慶免港督 炸彈 炸彈 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聪明人的好选择快播340-1991 青年港督等你哦 赫赫有名 潇洒的外型更是经常引人注目 而今天他要以元老级的艺术家身份 给高雄的艺文最大的鼓励 昏黄温馨的环境 带点乌龄的房子 给人一种丝尺漏视 却又温馨典雅的感觉 仔细看里头有一位正在煮咖啡的长辈 你认得出来他是谁吗 眼前这一位留着长发正在煮咖啡的可爱长辈 就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洪根生 今天他不是要介绍自己的作品 而是要以几十年来的创作感触 对高雄的艺文给予最深的肯定 高雄的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秉持的相当那种精进的那种精神在创作 所以这二三十年来高雄文化的艺术上的推广 它已经到了一个高峰高原期 也就是说在这边土地里面辛勤工作创进的一些艺术工作者 他们都本质着爱护这块土地的这种养之年龙 虽然是这样 不过文人终究有一颗富有感情的心 对于自己的作品售出 就像孩子一样总会有点不舍 是有点不舍啦 但是画家还是要生活啊 还是要靠着这样的一个别人的鼓励 认定跟肯定 然后来自己再充实自己在创作领域方面的精进 过去大家对高雄总是投以文化沙漠的眼光 洪根生老师却认为高雄就像火山一样充满潜力 他以文人的风骨要给高雄的在地艺术家最深的肯定 港东新闻陈月和采放报道 你能想象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如何弹奏吉他吗 全盲的固定心将在日本学到的音乐点字乐谱技术呢 打算在台湾来做推动 希望可以受惠于其他的视障同胞 而吕千玉也是重度的弱势 他们夫妻俩把去日本求学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透过导盲犬为第一人称来述说 也吸引了更多人勇敢追梦 专心弹着吉他 优雅又美妙的音符随之飘扬而出 你能想象这位演奏者是一位视障人士吗 全盲的顾敬心在学音乐的过程中体认到 无法和一般人一样阅读乐谱 再一次到日本进修的机会 将音乐点字乐谱的技术带回台湾推动 体验他是到了日本之后就发现 日本的视障者几乎都会音乐点字乐谱 对然后甚至都会有很多那种点字乐谱转译中心 帮视障者把一般人看的五线谱直接转译成点字 由于身为视障人士更能了解视障者的不便 以及学音乐会遇到的困难之处 顾敬心希望把日本推动视障者点字乐谱的经验 在台湾推广 让视障者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完成演奏 拆开来一行一行的跟我们讲 第一小节有哪些音符 然后在钢琴的哪些位置 他就整个解释在这个点字的模式这样 静静的趴在顾敬心的脚边听着悠扬的音乐 他就是带着顾敬心和吕千玉两夫妻赴日留学的导盲犬瑞斯 也是吕千玉新书中的主角 习惯上会看到视障者会比较会想说 啊好辛苦哦 或者是就难免会有那种啊好可怜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很想突破这一块 所以就变成这本书是以狗狗来叙述我们的留学生活 然后也让大家就是用一种很快乐啊 可爱的心情来认识视障者跟导盲犬 两夫妻突破视觉的障碍不向命运低头 虽然两人的视力加起来只有0.03 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追梦 并且期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视障同胞 港督新闻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导 暑假还有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已经玩逆游乐园与其他的户外活动吗 现在来到R7创意所在 除了可以欣赏传统工艺的展览之外 还有品牌讲座 奇幻绘本剧 DIY手作课程等等 逛累了还有亲食餐点可以享用 不妨把握最后一个月的暑假 来一趟最适合全家人的知性之旅 如果有个地方可以结合展览 剧团表演讲座和DIY手作课程 累了又可以坐下来喝个饮料 吃个点心 是暑假期间最好打发时间的好所在 从8月份开始R7创意所在 将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让民众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适合全家大小一同参与 有展览也有讲座 甚至还有一些像剧产式的一个表演 那最特别我们还有搭配一些手作的课程 那8月份我们就是以创意变黄金的这个主题 搭配一些亲食的系列活动 最特别的是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剧团的表演 一个由亲子为出发的绘本剧 从听故事到演故事 借由互动的方式 让大小朋友们一同体验剧场的魅力 这种教育还有即兴表演 还有互动 这三个是我们的核心 一群孩子他们在50分钟以内 他们可以学会看戏认识故事之外 他们可以走上台 然后在导演还有一个专业演员的引导之下 他们可以一起完成一出戏 为期一个月的传统工艺电金展 是邀请四家南部知名传统工艺成功转型的品牌 像是木匠鼠毛技术 精工技艺和手工皮件制作等等 再加上创新的巧思 让传统工艺也能转变为无限创意的黄金生命力 不妨把握最后一个月的暑假期间 来一趟最适合全家参与的活动 港都新闻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导 接下来一起来看港都生活讯息 台湾容易下廓 party 温�ac转的味道 通过月签程直接 interpreted 勃 Zither Harp 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带您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勤 气温24到33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家喻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勤气温26到36度 伊朗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勤气温25到33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祝您事事顺心 我是陈丽婷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暑期大作战 元气上网新主张 放暑假了担心全家人聚在一起却各自低头滑手机吗 BB宽屏时间管理功能好设定免费用最贴心 120Mbps要888 帮您找回全家人的团聚时光 聪明人的好选择快洽青年港都 连猴子都吓得合不拢嘴 每月888 标网120Mbps 享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钱元购物金 快打电话找BB BBTV最新强档 特务交锋 模仿游戏 百老汇熊男日记 笑笑仰大敬影 亲爱妈咪 愿线强片尽在BBTV随旋影片 快洽青年港都 暑期大作战元气上网新主张 放逐加热担心孩子随时泡在网路上吗 BB宽屏时间管理功能 好设定免费用最贴心 120Mbps要888 让你轻松管理孩子的上网时间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嫁青年港都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屏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Mbps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播3401991 青年港都等你哦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想说故事吗 台湾故事岛 自己的故事 自己说 洽询专线556-8380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记得她小孩的时候 常常给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给她沾沾沾 希望给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 现在她大事了 免得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紧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不如意的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